纯投资买中山我会选翠横新区 如果预算够的话 可以直接买马鞍岛的楼盘 如果不想投入那么多 可以选择翠横新区倒下的楼盘 这是政府手中的一张白纸 可以任由规划 而且在地理位置上 在深中通道和深珠通道的中间 可受双重辐射 既可以享受到深中通道开通前后的涨幅 还可以受到深珠通道羡慕落地的那一波大涨 深珠通道从深圳前海自贸区 接不到珠海北站 上面是双向八超道的公路 下面是两条地铁两条高铁 开建时间一旦公布 深圳前海自贸区买不了房或者买不起房的人 肯定会涌过来安置家庭 那么有人会问 深珠通道落桥点在唐家湾珠海北站 跟中山有什么关系 在地理位置上看 串人新区的楼盘跟深珠通道落桥点的楼盘 才3到5分钟的距离 现在珠海北站周边 毛皮单价3万1左右 串人新区单价在14000到19000之间 唐家湾高新区涨多少 交接处的楼盘会保持这样的价差跟着涨 如果你有不同的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点赞加关注 下一期告诉你 催人新区的道路基建和路线规划